等一会儿 你这儿去干嘛 跟伯伯出去逛街 逛街 你孩子不用带 饭不用做 衣服不用洗了 都当妈的人了 还化这么浓的妆去逛街 当妈怎么了 女人急了会也要精致 没事就肚子保养买买衣服 这不是你骄傲的吗 我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些 这么快就忘了 走吧 我准备好了 你去哪儿 去陪你参加你领导的生日会 不是 我说让你去了吗 这领导生日会上可都是我的客户 人家老婆各个都是富白网美的气质名言 你看看你 邋里邋遢的 眼睛上一堆膝蓋 我这不是忙着做家务 没有来的 知道的 你是我老婆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请了阿姨呢 你说你又不上班 在家那么多时间 一天天饿也不知道打问打问 去了也是我丢脸 咱俩呆着吧 我先走了 你干嘛呀 眼圈黑得跟鬼一样 吓死我了 孩子一闹我又熬到后半夜 我这眼圈能不黑吗 赶紧往里一点 给我探位 你去哪儿啊 可听不出来 我跟你说 今天卖黄和那大爷 估计以前没见过我 张口就跟我要一块二一斤 我说我天天来这买了 前天买的时候才九毛呢 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吗 我闭嘴吧 怎么了 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女孩 在一块不是讨论美剪 就是讨论美容院 你这天天张口菜市场 闭口路边摊的 活得跟个老妈子一样 怪不得你这年纪轻轻满眼的肝丸 真是黄脸泼 你不是嫌我邋遢不修编斧给你丢人吗 现在我按照你的想法改变自己了 怎么 你又不满意了 什么我不满意 你就不会学这件老李他媳妇吗 既顾家又打扮得漂亮得体 带出去多有面子呀 为什么别人可以你就不行啊 别人别人 整天就知道别人 别人可以是因为人家家里有保姆 干活有人带工 带孩子只是乐在其中 你呢 孩子不管家务不顾 只会动嘴不会动腿 你怎么不去学一下别人老公呢 学什么学 你是我们老王家的儿媳妇 这些事都是你该做的 你妈也是这个家的儿媳妇 你怎么不去使唤你妈做呀 你 我告诉你老涛涛 少在这儿道德绑架我 我甘愿牺牲青春 荣貌身材 不是因为我欠你 而是因为我爱你 爱这个家 没有哪个女人不爱你 我们只是在权衡利弊之后 把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位 我也可以像别人老婆一样 打扮得像官一样 可是 你给我这个条件了吗 我刚才找到你 我都要看你 你怎么站着 这儿子 我都要看你 你怎么回事 我我都要看你 我都要看你 你怎么站在这儿子